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家俊神父 今天弥撒的福音是 《玛窦福音》第十八章 一到五还有十 以及十二到十四节 在福音中 耶稣曾经向门徒三次 预告了他自己的苦难死亡 可是门徒对耶稣的预告 似乎是有听没有懂 甚至耶稣的第二次苦难预告的结果 更是让人摇头叹息 门徒听了之后 竟然彼此争论 究竟谁大究竟谁小 还在争名味 真是让人叹息 明顽不灵 莫次为生 然后门徒的反应 却是真实地显示出 天离地有多么遥远 人的道路 离上主的道路 就有这么远 这条耶稣的苦难之路 是一步一步往下走 走到最匮乏 直到十字架死亡为止的路 然后这条走到十字架的道路 却是一条通往新生命的路 从十字架上 耶稣不断地为我们留意出信赖 希望和爱 在那里痛苦被了解 仇恨被宽恕 挫折被鼓励 忧苦被安慰 死亡被克服了 这条道路跟我们世俗 积极移移移的道路 何其不同 世俗总是习惯使用武力的暴力 经济的暴力 政治的暴力 现代世界还可以再加上个 网路的暴力等等 总是想用这些暴力 企图来解决世界的困境与难关 建立一个自认为的理想世界 但是耶稣知道 我们人类问题的癥结 不在于任何社会 任何政治 任何经济 任何军事的制度 也不在于网路世界的自由度 而在于人的罪行 所以只有让自己走上耶路撒冷 背负十字架的道路 为人赎罪 才能够真正的寻根治本 因此门徒带着世俗的追求目标 走世俗的路 自然没有办法明白 往耶路撒冷的这条道路 为此 当耶稣面对门徒的世俗倾向时 为了让门徒能够明白 他这条道路的本质 便领了一个小孩子过来 放在他们中间 他把孩子抱起来 对他们说 谁若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 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在这幅温馨的图像中 谁是最大的呢 最接近耶稣的小孩最大 因为他最接近耶稣 最亲近耶稣的胸怀 因此 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 天国里最大的人 就是那些借着信德 最贴近耶稣圣心的人 这幅图像 同时也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那么我们不是在红尘人士 寻求成为人上人 而是要如同耶稣一样 成为接待卑微者的仆人 如果我们不懂得像耶稣一样 自谦自卑 弯腰甚至跪下 为弱小者习教 而错过了服侍他们的机会 那么当耶稣亲自经过我们的生命时 小心了 我们也可能会错过耶稣 这就让我想到 我曾经在网路上读到的一则故事 从前有一个武士 他负责守卫一座城堡的城门 这位武士从年轻的时候 就许下一个愿望 也就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 能够有机会遇见国王 从他守的这道城门经过 而如果国王从这里经过 他一定要以最大的尊敬 向国王屈膝下跪 这可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 所以他许下这一生 绝不向任何人折腰屈膝 不管任何的情况 甚至危险当头 被迫 他都直挺挺站着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这屈膝下跪的罪境里 保留给他最尊敬的国王 因此这个武士非常威武的守卫这个城门 即使他发现到一些突发情况发生 比如说 当有老弱妇孺需要帮忙 或者是不小心跌倒 需要他弯腰屈膝的时候 他都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向任何人折腰屈膝 除了国王以外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年一年一年的过 作为武士年纪也大了 好不容易终于盼到国王亲临这座城堡 当国王在随从的簇拥下 浩浩荡荡地 从这位武士守卫的城门经过的时候 这位武士多么渴望上前 向国王屈膝下跪 请他一生以来最大的期待 也就是用最尽力向国王下跪 毕竟这是他一生的盼望 一生的等待 一生的期待 那我没想到 当他亲眼看见国王的时候 他的身体却因为从来没有弯腰屈膝过 所以已经僵直 再也无法灵活顺畅地弯腰屈膝了 当国王知道他的幸运的时候 就对他说 你是个很好的武士 我也知道你的心愿 可是很可惜 如果你平常就能够多弯腰帮助人 多屈膝服侍人的话 那么今天你要向我行这个屈膝下跪礼 不就很容易吗 是的 往耶路撒冷背十字架的路 就是一条需要弯腰帮助人 就是一条需要屈膝服侍人的路 这是上主仆人耶稣他所走的道路 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学习耶稣 做仆人的基督徒 所要走的道路 阿们 光企社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可使用邮政划拨汇款 收款护名 财团法人 光企文教视听节目服务社 邮播账号00035511 本节目由光企社 媒体浮船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 赞助播出 2020年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